為了新鮮,Soulmart Set 剛推出搶先體驗版本 但已經成為 Steam 的全球消量榜中投了幾個名 到底這遊戲是玩什麼? 它跟市面上那麼多不同的生存遊戲 有什麼最突出的地方? 在這影片都是為你們講解 作為一種生存遊戲 Soulmart Set 都避免不到一般的衣食住行這幾個問題 所以最老套的採集資源、建立基地、製造裝備 甚至輔助系統都一應俱全 而且在過程中你亦會遇到不少Boss 讓你挑戰 但有別於一般的生存遊戲 雖然主角是你 但你實際上是在這個世界上最弱的人 只不過剛巧巧讓你這麼幸運 撿到一個特殊能力的面具 全靠這個OP的面具 令你可以開創屬於一個自己的部落 在你的部落中 你可以隨意呼喚任何一個手下 去進行不同的工作 當中包括採集資源又或者加工資源 甚至乎你可以叫你的部落成員 跟隨你一起出去探險 跟你一起去挑戰世界裏 不同的Boss 又或者攻陷敵人的部落都可以 而且正如剛才所說 你是這個世界上最弱的人 所以面具亦有第二個功能 就是讓你直接控制另一個部落成員的肉身 師傅你想做什麼呢 例如如果你想出去打王 很自然你就會找你的部落中最強的戰士 然後使用他的肉身去挑戰那隻王 有別於絕大部份的遊戲 通常都是收集一些比較有用的裝備又或者道具 在Soulmask裡面 你要收集的就是一個更加完美的身體 在進一步交到遊戲內有什麼特別的系統之前 先說一些比較基礎的資訊 首先這隻遊戲 你可以在官方的伺服器裡玩 可以自己開一個私服去玩 又或者自己開一間房間跟朋友一起玩也可以 一個伺服器裡面 最多暫時見過可以支援到50個人 而且在開伺服器又或者開房間跟朋友一起玩的時候 你也可以隨意設定這個遊戲裡面不同的細節 例如採集資源的倍率 經驗值的加成 又或者資源重生的速度等等的細節 都可以自己慢慢逐個逐個調教 當然如果你不想這麼煩的話 官方也有預設五個不同的難度讓你自行選擇 這隻遊戲也支援PVP又或者純粹PVE的玩法 Soulmask也提供官方的看法 這個就是不論繁簡都有的 暫時遊戲只有PC版 稍後他們說會推出家用機 即PS和Xbox版 但暫時沒有更詳細的資訊 繼續說回這個面具 面具自己本身有一個科技樹 科技樹有一些點 會根據面具幾級才可以解鎖 當中包括會直接影響你角色的能力值 也有一些點就像這一點 它會直接加大你最多部落人口的上限 加了三次即滿了之後 最多可以同時有18個人在你的部落裡 這個就不包括你自己本身的角色 但遊戲裡的等級就不單止只是面具有的 遊戲裡所有角色包括你一開始的角色 都有自己個人的等級 升等級的時候就可以加點 有五種不同的能力可以給你隨便加 除此之外不論你採集加攻又或者使用武器的時候 都會各自有一個獨立的等級 為什麼說一開始你的角色是最費的角色 就是因為這些東西全部最多只能去到50等級 反而你找回來的那些人 他們最多可以上到120級 但最少都一定超過50級 至於每個族人裡面 他們哪一樣技能可以去到多少級 這個就是隨機分佈的 這一樣只不過是其中一樣 為什麼我說你可能會想收集一些更好的族人 另一樣東西就是你找回來的族人 他們才會有一些被動技能 這些被動技能可以是好可以是壞 好的就例如他們用某一種武器 就會有增加傷害 壞的話就可能他們用某一些武器 就會少一些傷害 而第三樣東西 你在一個族人裡面你會想找到的 就是他們武器裡面有什麼技能 每一個人的武器去到哪一個等級 會不會有技能 都是隨機的 如果在某一個武器裡面 某一招技能你特別想要的話 你可能就需要找到一個族人 是有那招技能的 說到武器的話 Soulmask有的武器種類 其實也不少 近攻的武器就包括拳套 長矛 雙手取 雙手劍 單手劍 以及雙持的劍 如果你選擇使用單手武器的話 副手也可以裝備盾牌 除此之外 軟攻也有幾種武器 除了有普通的攻 長攻 它也有頭窄的武器 這些全部都是可以你或者你的族人 去幫你製作的 所有的裝備都有分稀有度 高稀有度的話就代表 它的耐久度和它的能力值越高 如果你想要一些稀有度比較高的裝備的話 你只需要找一個熟練的技工去製作相應的裝備 這樣它的稀有度很自然就會比較高 而且武器和防具 你也可以額外加入一些能力給它 例如在你的武器上查毒 令到你擊中敵人的時候 除了受傷害之外 也會令到敵人中毒 又或者可能你知道 你將會去的各個區裏面 絕大部份的敵人都會令到你中毒 在這個情況之下 你就可能想在你的防具上 加入抗毒的屬性 不過話明是一隻部落的生存遊戲 部落方面也非常之重要 每一個部落最少都會有一個基地 而基地的核心就是一個營火 只要營火是著著的 在營火範圍之內的建築物 都不會損耗內狗隻 而且這些營燒的營火 也可以作為你死亡之後的重生點 如果你想很快地 由一個基地去到第二個基地 直接使用重生這個系統 也可以做到 但當然你必須要記得的 就是兩個基地裏面 都要有適合的裝備 讓你進行重生 可以立即裝備一種物品 然後繼續進行探險 所以保持著營火營燒 是非常之重要的 當中有兩件事你可以做的 第一件事就是確保它在一個有牙遮頭的地方 令到即使下雨的情況下 都不會被雨水淋熄了營火 而另一件事就是 吩咐你其中一個族人 去確保你的營火裡 是永遠都有燃料 令到營火可以不停燃燒 這只是自動化的一小部分 實際上自動化可以說是這遊戲的精髓 當你脫離了早期之後 你就不應該再親自去處理一些家頭世務 這個就不論是處理你生活上的喜居飲食 又或者裝備上面的製作 由用煉礦物到製作裝備 都應該是由你的族人去做的 你去到中期或者後期 就是去一些比較危險的地方去收集資源 又或者探索一下這個世界 去不同的金字塔挑戰不同的王 為了可以令到你更加專注去探險 又或者出去外面 所以Soulmask的自動化系統 在生存遊戲來說 是首屈一指非常完善的 在每一個族人工作的介面裏面 你只需要把你想它優先處理的工作 放在最頂 優先度比較低的工作就放在底 這樣它們就會跟隨次序去做 你只需要在右邊選擇 它們要做什麼的工作 以及地點在哪裏 它們就會懂得自己進行工作 而且在每一個工作台裏面 你都可以叫你的族人去指定做某些東西 又或者可以定時定後 自動去做某些東西 例如可能我每三個小時 我就會想去幫我準備一些食物 讓我可以回到來的時候 永遠都有一些新鮮的食物拿出去探險使用 在這個爐頭這裏 你就只需要選你想它製作的食物 然後按一下這個齒輪鍵 在這裏就先按了上面這個 叫它懂得自動循環去製作 變成了一個排程的製作 在下面輸入你想要有幾多東西 每隔三個小時就製作一次 然後按確定 它就會在工作台的介面裏面 多了一個紫色的工作 那個就是已經排程了 會不停循環地去製作的一個工作來的了 所以其實話就說這遊戲是一隻生存遊戲 實際上最基礎的生存 都已經有你的族人搞定了 剩下的就是出去探險和冒險那部分了 在這遊戲裏面 地圖就不是你跟過哪個地方 它就會開放那區給你看的 你需要做的就是找到一些夜晚人的測後 然後打到它們夠低血 讀取它們的記憶 這樣在地圖上就顯示了一大片之前被遮住的地方 而且在你真的決定出去遠征去探險的時候 有幾個小小的建議 第一就是建議你們 透過面具的能力去控制一個比較高戰鬥力的族人 去作為你的角色 這個能力是必須要解鎖的 在地圖裏面有一些金色的遺跡 那個遺跡去到的時候 就有一個位給你放個面具上去 放了面具上去之後 你就解鎖了這個能力了 同時也找另一個戰鬥力比較強的族人 叫它跟隨你一起去探險 最後如果你有坐騎的話 就非常之建議你們騎著坐騎出去 這個世界雖然是固定 但是也非常之大 說到這裡你們對Soulmask到底玩什麼 就已經有一個非常好的認知了 很少可有遊戲可以吸引到我一直這樣玩 而這遊戲在它的測試版 公測和封測裡面加起來 我就已經玩了超過70個小時 不過也只是玩了遊戲的一小部分 尤其我見過內容是非常豐富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可以在Steam那裡直接購買 如果你有興趣看更多冷門 或者小眾遊戲的介紹的話 就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如果有興趣一起吹水的話 就可以加入Discord 又或者Telegram一起吹水 好吧,就這樣吧,拜拜!